大家好 大家好 早安 我是全富宏 欢迎再来收看财富密码 我们从每天早上的美国股市收盘 来看台北股市今天大盘 以及各位今天值得留意的标的 我想这两天的标的 从上礼拜四 NVIDIA公布它的财务预测之后 我想全市场 应该全世界都在看 AI相关的股票 那么涨的涨 标的标 但是这里要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到昨天为止 你们发现到 有一些被冠上AI名义的 沾上边的亲戚朋友们 跟AI相关亲戚跟朋友 本来没有那么纯粹 它做饥渴的 它也是AI有关的 一定要用到的 有些东西 不要只是看表面的名词 你要去看公司实质的 生产的一个比重跟类别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那我想这边如果各位投资朋友 你听到大家跟你讲AI很好 如果你就乱追股票 你很可能 像昨天就很可能吃到一根跌停板 我举个简单例子来讲 然后我想我对家公司 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 这个上下 但是我只是透过股价的现象 来提醒大家 在操作过程里面 当市场一头热的时候 你一定要分清楚 想办法分清楚 谁才是正品 谁才是那个正品 不一样 正品就是这个 譬如说 我去买 买一个包包好了 这个包包你到LV店买一个包包 那他可能另外再送你一个小的乌亚给你 谁是正品 谁是负这个正品 你要搞清楚 那我想这家公司 我想在操作过程里面 大家在市场上无非找机会赚钱 但是大家觉得很好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搞清楚 谁才是真正的那个主角 谁是配角 谁是第二男主角 第三男主角之类的 那我想各位可以看到 昨天在这个 这一堆股票里面 各位 我们用跌幅来看的话 有很多股票 甚至打到跌停板的 包括 大家觉得高价股 一千多块有人跌停板 翔硕 做高速传输的 不过他这个 那另外 比较值得跟AI有关系 像这个尾讯 也是一样 也是看起来没有亮点跌停 不过 你看股价 开高 震荡 走低 差一点点跌停板 那如果从股价角度去看的话 有没有发现到 在昨天跌停之前 是好像拉上涨停板 创下波段的新高 涨停 哇 兴奋了 突破 涨停突破前方高点 你只要因为这个情况 追进去 你昨天就吃到一根 逆向的跌停板 所以包括刚才翔硕 我们一起看一下 那当然像这种股票 就不用看 这个直接跳空跌停的 这个公司应该有问题 这看走势就知道了 那这个也是一样 那这是另外的类别 我们就不谈 那翔索属于高速传输的 应该也会跟AI站上边 但是各位注意到 在前天 它创下来挑战前波高点 留个上影线 那昨天开低直接打入跌停板 为什么跌停 如果你光看简单筹码一面 外资昨天卖了700多张 1000块的股票卖700多张 没有买盘就达到跌停板了 所以从这两档股票 那刚才的伪讯 做机殼电源供应器的 因为大家最近在谈 这个AI的过程里面 第一个 NVIDIA 它的A100跟H100 它怎么来的 谁能够帮助A100跟H100来的 这是主角 除了我们 如果你有买美股的话 但直接买NVIDIA 那如果在台湾 有它的上下游单公司 我想这次 黄执行长在台湾做演讲的时候 也特别点名了好几家 跟它合作的一个台湾公司 他都把名牌爆出来的 有十几家公司跟它有合作 那我想 台湾我们在买台湾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去搞清楚 它的市场抢手那个晶片 是台湾厂商哪些公司 帮助它一定要有 然后才能生产出那个晶片 是谁 那现在大家从晶片扩研到伺服器 伺服器里面找到散热 散热因为现在有两个系统 因为大家知道为什么 去瞄准散热 因为一个生存式机器人 这个所谓的AI的伺服器 要一万颗 一万个 那一万个里面挤在一起 我想那个量很大 那只要是通电的东西 一定会发热 那数量越多越密集 那发热程度越高 所以散热需求很大 比以前伺服器可能更大 所以现在这个就有两个主流的一个类别 散热的部分 我们先散热以后再谈 那我意思是说 从晶片 需求 到扩研到一台整机的AI伺服器 那伺服器再延伸到 后面刚刚谈到高速传输 以太网络到软体的应用 这一整个生态系里面 各位不要想说 这个也做 这个机壳做伺服器 一定是什么 一定有相关订单 不见得 所以在操作过程里面 各位一定要先分清楚 机会是什么 什么是真正的机会 因为真正受惠的股票 它涨多了 会震荡拉回 那变成买电 那有些只是沾到边的 沾到边的 人家说 我们看到某一支股票 我们讲 举个例子 这档股票 各位我把图缩小 各位一定发现 这个也是一档标股 其实它不是标股 它是涨了很久 这个从去年的多久 从去年的7月份 我想你去年7月 有看我 YouTube频道 财富密码节目的话 我想在去年7月份 我当时在这里 有跟大家提到这档股票 那时候包括轮飞 轮飞在去年7月份 跟这档股票一样 都是一个起账点 你先回头去看 它从去年7月开始 涨到现在 几乎涨真涨一年 从60几块涨到 今天你看到最高价 270块钱 当大家看到这种股票 可以涨这么凶 近期又在创架波段新高 历史新高的同时 大家就想 哇 高历做什么的 其实这一波能够大涨 主要是因为 它美国客户 叫Bloom Energy 这个做环保能源 叫氢能源的 捷径能源的一家 美国公司 因为它接到南韩SK 海力士的订单 如果没记错数字的话 是42亿美金的大订单 那大订单接到之后 这个美国大客户 就把单子下给高历 做热交换器 这个东西大家想说 这次AI伺服器当中 本来它就不错了 这个有大客户的订单加持 再加上这次AI的一个效应 AI散热需求 对不对 这个就是做热交换器的 所以它股价又在创析新高 大家是想找 这种涨得这么高了 在买这个下去 你说能够期待它200涨到400吗 那大家就思考 这个已经从60涨到200多了 那有没有类似的股票 大家就开始找 相关的产业 只要沾上边的 好像是不是可以跟它比价 最近就有一档股票 市场就把它找出来 因为它是做汽车散热的 主要是在汽车散热 大家说它也有做 有一部分做到相关CPU CPU的散热器 那是不是也跟高利一样 哇 股票就涨停板了 沾清代故就上去了 所以当股票涨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或许你会想找到补涨的 极其低的 但是你要想 现在补涨的跟极其低的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它不是正正当当的正 不是正货 而是正品 也就是说它有站上边 但是它不用那么纯粹 也就是按照营收比重 没那么高 第二个是什么 它的时候未到 有两种 其实极其低跟补涨的股票里面 你要去找出它的产业结构 到目前为止 是不是已经趋势向上了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 除了AI这个类 在电子类股 现在是火红 热到不行 高速运酸晶片之外 有很多的产业 包括手机相关跟PC相关的 它整个在打库存过程当中 库存打到什么程度 见底的没有一个重点 第二个当库存打到低点之后 是不是新的需求来了 这是两个动作 所以当台积电4月20号 跟大家讲说 本来预估在上半年 库存可以清完毕 第三季下半年 可以开始迎接大成长的时候 他法说会提到 不好意思 可能他看到的情况是 本来第二季的库存 见底应该延到第三季 第三季是哪一个月 他也不确定 只是他还是确定什么 第四季一定可以强劲成长 大家看到这一次 NVIDIA的财务预测 下半年一定是很好 所以就帮台积电的法说 会再打一个强性针 因为至少在这块AI部分的话 我订单不够 因为像美超委 各位看到 我之前在这里常提到的 SMCI代码这档股票 美超委 Super Micro Computer 这家公司 我想在美国跟NVIDIA 下那个订单 这个加速晶片 下了订 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 我下订马上就有货 因为订单量也大 所以要等 代表什么 是不是像两年前 各位看到ABF载版 ABF载版在两年前 包括晶圆代工在内 在疫情期间 大家抢掉货 没货 晶圆代工挤不出来 ABF载版也挤不出来 缺货 现在你从美超委 跟NVIDIA 定一个相关的一个晶片 它也开始要等了 代表什么 公不应求 代表什么 需求上来 当然报价也会跟着往上涨 这个东西你去找 跟它有关 直接相关的 这个股票才有可能 把你的资产 一路一路往上带 但是一个话 回来一个重点 当大家看到 刚才的详细有打入点听板 或刚才那个 伪讯有 被外资这个 逢高丢出来股票来讲的话 有时候的点听板 它是个机会 有时候点听板 你反而要小心 那股价在反映 昨天涨停 今天跌停的过程里面 它一定有一些 什么特殊的地方 要不然股价本身 不会反映这么激烈 你要去思考股价 看到那个股价 背后的原因 你才知道 那个涨可不可以买 那个跌停 可不可以买 那这点我想 各位你在操作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掌握 这就是我过去 你看我节目 常跟他谈到一个重点 什么叫危险 什么叫机会 有未来的叫机会 不确定的叫危险 可是当你看到危险 什么叫看到危险 通常是看到事情发生了 或者股价在跌了 看到危险了 有时候看到危险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 这个危险背后 是不是隐含着机会 我想过去您各位看到 很多次 包括这次我们讲最近的例子 美国矽谷银行 第一天筹字不顺 第二天直接倒闭 被管收的那个消息 出来之后 加权指数在15000多点 我们看一下 加权指数 各位简单看一下 我想今天跟他谈这个东西 是要提醒各位投资 指数来到相对高点 我待会有几个问题 各位也可以知道 当时的加权指数在这里 波段高点 然后15800多点的时候 是不是出现 美国矽谷银行倒闭 结果浪指数连跌到 1 2 3 4 5 6 连跌6天 连跌6天 创下这个跌破什么 我们开红盘兔年那个低点 来回撤低点 那这一段下跌里面 大家看到 美国那个地方银行倒掉 那我第一时间判断是 绝对可以解决 所以我在那个3月10号 就跟大家在 YouTube频道节目预告 你要了解 当大家看到危险的时候 我就预估往下个礼拜三的前后 刚好是这三天黑线 这就是李逢迪买点 你要学的巴菲特 拿出贪婪来买进市场那个恐慌 对于大家跟你讲 雷曼又来了 好恐怖 2008那种恐怖的 经验又来了 我想那种经验 市场已经领教过了 FED也领教过了 美国政府单位也领教过了 所以当你又来了 他立刻灭火 他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我直接判断 他是没有问题 所以拉回是买进 可是当时各位看到 外资卖了八九百亿 自营商到货 到了307亿出去 可是你今天回头看看 如果你看到当时 美国细股银行倒闭 你把股票丢出去 然后自营商当时 这一段时间丢了307亿 外资丢了八九百亿 你时候从今天回头去看 这不是最佳买点吗 对不对 高档震荡横盘当中 击杀 这个变成一个买点 那这就是我经常运用什么 所谓的机会跟危险 然后这个逻辑 各位看这里 你看到危险的时候 你要去想 这个危险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你才知道 你可不可以跨越这条线 把危险变成机会 大家讲的转机转机 危机就是转机 逻辑就是这样子 所以当时的加权指数 发生看到这个危险 你知道利用股价压回 你去找一个低点去做卡位 所以一直到今天为止 你发现 哇 真的 一个大波段的低点 你买到了 好 那今天 第二个问题问各位 今天 NVIDIA的一个效应 全球都在追AI的过程里面 其实 美国证管会已经在五月初 跟大家公告了 华尔街所有的大户们 基金 大型投资机构 都早在第一季 加码了相关的股票 只是NVIDIA财报出来之后 把这个整个引爆 就是那个加速引爆 冲上去之后 涨到这里为止 昨天的NVIDIA 是不是再写下历史新高 一开盘就创下什么 所有晶片厂商 全球晶片厂商 第一个 占上一兆美金市值的一家公司 这真的是 我们这个 我们也可以算是我们 台湾人的一个光荣 为什么执行长是黄执行长 那当NVIDIA 再冲上去之后 你就要思考 这里的NVIDIA 可不可以现在还可以再涨 如果NVIDIA到这里 稍微停下来 休息一下的时候 那台湾相关的股票 会不会继续自己涨 那如果会自己涨 要涨什么 那如果NVIDIA在这里停住 会不会 大家也稍微停一下 稍微什么 把这个过热的气氛 稍微降温一下 那如果是 那哪些股票 该追 哪些股票 不能追 哪些股票 逢低可以找买点 这个变成现阶段 你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我今天早上 在我写今天早上的一个 盘前预测的一个部分来讲 我给自己看的部分 来各位看这里 那我的解读是这样 简单讲 跟大家分享 美国NASDAQ涨0.3个百分点 半导体指数涨0.1 代表什么 半导体涨幅 昨天涨幅小于NASDAQ指数 代表半导体 这个本来是疯狂大涨的 今天涨幅稍微缩小了 而且涨幅剩0.几 所以我的解读是 美股已经开始遇到 获利卖压 所以本市 本波的涨势 到昨天为止 开始有点减缓 那在这个前例之下 我们看到美股的样态了 那今天台北股市早盘 还有我预估大概11点前 这两个条件之下 OK 那大盘大概会怎么走 这是我个人提出来的一个看法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你只要加入我的好友 马上可以拿到这份资料 这我早上6点51分 发出来这个资讯 那另外外资昨天买超 力道也开始缩小了 还是买超 但是已经减小了 那AI类股也开始涨跌互件 就像刚才各位所看到的 有人还在涨 有人已经在跌了 那这个 汐止财的股票 还是维持强势 那刚才就像你看到 翔硕 因为外资调节了 打入跌听办 那你也看到联发科 因为跟NVIDIA合作 在车店领域 昨天也在创下波段新高 所以各位都知道 手机市场 尤其Android系统 目前还没有看到 明显的回温的过程里面 联发科居然股价在创新高 创波段新高 前波高点还没过 那只是因为 他跟NVIDIA合作 合作什么 供汽车 这个车店这块领域 因为NVIDIA的AI 除了生成是AI之外 其实另外之前 在主攻的就是 这个自动驾驶这块 所以这个商机 那么联发科有机会拿到 那另外就是说 那今天的强势股部分 我想高价股 那我想我会留意这些股票 那在 就像刚才讲的一样 当大家看到高利大涨之后 市场翻出了一档 冷却的技术 那这档股票 昨天也跟着大涨 那这种股票 我提醒各位 几个重点在底下 那中低价的部分 我会注意这几档股票 那昨天 如果你有收看我下午的 财富密码节目的时候 我有最后提到一档股票 它是这个 那后面我写 这是什么公司 大概的样态是怎么样 所以在今天这个开门前 如果说你也想了解一下 我今天对 从美股看到台股 台股看今天早上的一个 个美股 我再注意哪些个股的话 您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LINE的部分 来跟我们做个 这个索取 找上这份资料 那很简单 你只要打开LINE 加入好友 小老鼠 007RSH或QR Code扫码 你就可以收到 我们早上的一个盘前模拟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来跟他谈谈 大盘的部分 欢迎回到现场 我是陈富宏 那我想在这边 各位先看 简单看一下 看美国的三大指数 那各位看到半导体的部分 昨天出现一个 开很高压回的一个黑街棒 也就是说连续大涨两天之后 我想前天是涨 6% 那昨天是开高压回 做一个 虽然它是小涨0.1 不过想短线急喷出之后 这边遇到 很显然就获利卖压 那另外看到 这边这是NASDAQ指数 那美国NASDAQ指数 也还在创波段新高 那虽然也是黑街线 不过它黑街线 相对比较小一点点 那再往上看 Dow Jones 那Dow Jones 因为其他类股在里面 包括银行股在里面 昨天是一个 止跌中的什么 在做回撤 所以三大指数来看的话 主角在谁身上 半导体 那也就是说 这个阶段你要买股票 还是以 以美国市场来讲的话 就是科技类股 以及半导体 尤其半导体为中心 那当然知道 NVIDIA是上涨主角 那我想这个过程里面 那台北股市 你要怎么去掌握 现在已经涨高的 有没有风险 我想这里如果有人问我说 那NVIDIA股价 我觉得涨得怎么样 其实照我来看 现在是今天是刚刚5月31号 我认为在6月份 NVIDIA应该 纵有高点应该是一个高涨震荡 不太容易像过去看到 天天这样奔出去了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会在高涨做整理 那整理过程当中 台北股市也会不会受到影响 各位思考这个问题 那如果会哪些股票 如果因为震荡整理压回 它变成下一次的买点 这是个关键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 提到一个重点 谁是真正的主角 谁是配角 沾清代故的 沾清代故的配角 拉上来你要懂得卖 不是去追 好 这个重点你要把握到 那至于大盘部分 各位今年的机会在哪里 今年的机会很简单 各位看这里 今年的机会就是 我认为的V型反转 这是我1月3号提出来的 在YouTube频道 1月3号讲的 那理由就在这边 我也不多说 那从这个结构来看 这个V型反转过程里面 你有没有注意到 13000 14000 15000 16000 开始慢慢在短线上有加速 这个V型的一个结构 大概在这里 那我们这边的目标 我是设定在 2024的总统大选 那可以发现到 从周线图去看 也是一样 13000 14000 15000 16000 那目前在16000过程当中 刚好去年的5月份 有一个高点 然后刚好一年后 刚好这段时间 一年时间 去年同一天的 这个高点 各位注意到 目前在卡这个位置点 那这边只要顺利过了 下一关就在这了 当然这个地方要注意到 这里是一个过去 1万点的景线大套牢区 那这边交易量非常大 要怎么上去 我想过去已经走台阶式的 上去后面会不会持续这样走 各位可以持续留意一下 至于短线上 这一段急奔上来之后 我认为的行情是什么 走除学习的嘎空 那未来涨多之后 不管是横盘整理或拉回 我的看法还是一样 小跌小买大跌大买 锁定时代红利的产业股票 如果有业绩最好 有题材之外 如果他还有业绩 这就是各位你要锁定的第一主角 因为一样的钱 一定要是要买最好的公司 所以红利就在这里 时代红利就在这边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 那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讯息 欢迎您利用什么 下午的YouTube频道 财富密码节目 收看我所主持的 有更多的讯息 跟大家做分享 我们下午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适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